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皮肤上 火辣辣的疼 身旁的树枝繁叶帽 绿意盎然 妇人区连垃圾桶都这么干净 捡的瓶子也比平常要多 要好 被纱布缠着的右手掌心多了几分粘腻 还伴随着一阵阵钻心的疼痛 是前几天翻垃圾桶时 不小心捏到了碎玻璃 旁边别墅的铁衣大门打开了 陆倩倩挽着我的爸爸 满脸笑容 经过我身边时 他漂亮的眉头 微醋 一脸嫌恶地跳到了陆树枝的左边 尽管他声音很小 但我还是听见了他对陆树枝说 爸 他好臭 陆树枝回头看了我一眼 也嫌恶地别过头去 温柔地摸了摸他的头 陆树枝是我的父亲 陆倩倩是他和另外一个女人生的 他知晓我的存在 却从来没有来看过我 我对他的了解 是从那一封封爱意快要溢出信指的情书中来的 他才华横溢 却狼心狗肺 我妈一边辛苦打工供他上学 他却在学有所成时 转身娶了富家女 后来 我妈意外坠楼 我从那些零星的资料里找到了她 今天 只是来看一看 我那总裁爹和公主妹妹住的地方 他们住在富丽堂皇的别墅 夜夜声歌 我和江鱼挤在连厕所都没有的潮湿小屋 日日闻着那墙壁的美味 江鱼是我的母亲 在雇主家打扫卫生时 不慎坠楼 这样一对比 心里的恨更多一些了呢 大二马上开学 我还得凑学费 否则 就不能和我那漂亮的妹妹上一个大学了 在外面跑了一整天 捡了七斤多瓶子 运气好遇见人家开业 得了二十多斤纸箱子 收入七十块 加上这个月的兼职工资 五千块学费是够了 交了学费还能剩个一千来块的生活费 三天后的新生开学典礼 我作为学生会副主席 要上讲台发言 早在和学生会的同学们筹备开学典礼时 我便知晓了我那公主妹妹 在哪个系和哪个班 包括她是怎么进来的 我都摸了个清楚 小公主高考分数不错 不过呢 想上了大 还是差得多 我那个总裁爹砸了几千万捐了一栋楼 才将小公主塞进新闻系 可笑吧 我日日夜夜为了几千块学费交仇 她为她花几千万眼都不眨 没关系 江鱼的委屈 我会为她抚平 开学那天 我和学生会同学还负责接待学校领导 陆叔之夫妇 作为捐赠人也上台讲话 偌大的讲台上 她如哑中带着威严 讲出的话字字吭腔 完美地向青涩的大学生们 展现出了自己吃苦耐劳 艰苦创业 最终获得成功的优秀企业家形象 而她身边的那个女人眉眼精致 穿着讲究 一贫一笑都透着被物质生活滋养的副台 她们的宝贝女儿坐在台下 得意地接受着众人艳羡的目光 我的母亲孤独地躺在地下 那破碎的身体要忍受千年万年的冰冷 演讲完毕 我上前为她续茶 陆先生 打扰 为您续茶 我玩耳一笑 对上她略显惊讶的双眸 随即自然地从台上退下 从台上到台下 短短的距离 有两道目光一直伴随着我 典礼完毕 陆书之夫妇带着陆倩倩去宿舍 我被指派带领她们完成入住手续 陆先生 陆太太可真是人中龙凤 建立恒远这个大公司 贵公司可是我们大很多同学 梦寐以求想去的地方 听到我的彩虹屁 陆书之夫妇脸上难掩笑意 陆倩倩一路低头玩手机 一个近五十岁的阿姨 在后面拿着她的行李 走得有些吃力 小姑娘是学生会的吧 不错不错 也很厉害 陆书之侧头看了我一眼 淡淡笑了笑 笑得很儒雅 谢谢陆叔叔夸奖 我是学生会副主席姜暖 我顺着她的话 自报家门 听到我的名字 她本来伸开的手掌握了权 不就一个副主席 有什么了不起 这也能拿来炫耀 陆倩倩话语里带着讥讽 用力将我挤开 我看好你哦 学妹 希望下次再学生会见到你 我笑着恭维 倩倩 学学人家小宁 什么时候你也当个主席 陆书之拍了拍她的肩膀 看是责怪 实则语气里都是宠溺 当什么主席也比不得我们倩倩 她不需要那些东西 有些东西 生来没有 就永远都不会有 许静挑了我一眼 温柔地拉过女儿的手安慰 一家三口 还真是一个样 宿舍在五楼 我们上去吧 我岔开话题 走上前指路 宿舍是四人间 我们上去时只剩了门口这个床位 靠窗的位置一个短发女孩 正准备拿出自己的东西铺床 陆倩倩走上前 指挥着阿姨给我铺这里 同学 我先来的 这个位置是我的 短发女生促着眉头反驳 先来又怎么样 我说我要这个位置 陆倩倩一屁股坐在床上 挑衅地看着短发女生 许静一看 连忙走过去 挡在陆倩倩面前 小姑娘 我们倩倩可是很远的千金 你让让她 以后少不了你的好处 语气看似在商量 可她那不可一世的样子 明明就是在威胁 短发女生瞪了她们一眼 气鼓鼓地收起自己的东西 往旁边走 阿姨将东西拿出来 陆倩倩扫了一眼 高声问 我的那双限量版拖鞋呢 阿姨眼见得慌乱 上手翻找几个袋子 找了半天 也没找到 小姐 我 我今天没收到那双拖鞋 她自责害怕地低下头 几根凌乱的白发 孤零零地飘在耳后 干枯得双手不住地搓着腿 陆倩倩羞地站起来 指着阿姨的头顶 模样跋扈凶狠 你个老女人 肯定被你弄丢了 这双鞋你一年工资也买不起 这点事都做不好 快点滚蛋 学妹 同学们都看着呢 要当主席可不能有负面新闻 要是被传出去 对你也不好 算了吧 我上前护在阿姨面前 劝解陆倩倩 江鱼也有和她一样的白发 一样干枯的手指 也许某一天 也曾遭受和她一样的委屈 只是她不曾让我知晓 生活再苦 她呈现在我面前的情绪 永远是慈爱平和 她表情怪异地打量我 你算哪根葱 管本小姐的事 宝贝 别生气 妈回去就开了它 丢了让你爸再给买一双 就好了呀 许静拉着女儿 目光温柔 转过头立马换了一副模样 你还不快滚 和刚才讲台上温柔端庄的她 简直判若两人 可能是声音有些大 门口围观的同学越来越多 陆书枝冷着脸赤了声 够了 赶快铺好回家 母女俩这才闭了嘴 我收起手中的摄像笔 收进了书包 学生会招心 果然 陆倩倩的申请书 就在排头第一位 她的任职申请是副主席 主席傅之凡看了看她的申请 调侃道 一个新生还想当副主席 姜暖 他比你 差远了 学生会的同学们 在看了她的申请都纷纷嗤之以鼻 说她不自量力 说她不道德 明着抢位置 我笑着摇摇头 将她的申请摆在第一排 朝夕面试 陆倩倩一头惹眼的金色大波浪 跨着马家限量包 大摇大摆 走进教室 傅之凡板着脸坐在主席位 傅主席已在职 不在朝夕 你另选位置 我可以为学生会拉资源 她能吗 陆倩倩指着旁边的我 一脸挑衅 学生会不需要什么资源 你的资源可以给到 学校就业部门 下一个 傅之凡甚至没有抬头看她一眼 便驳回了她的话 陆倩倩气地羞地站起来 瞪了我一眼 踩着高跟鞋 登登登 出了教室 你不怕她后面整你啊 这么高 招心结束 我在傅之凡旁边整理资料 别人怕她 我可不怕 姜暖 你别担心 你的位子 谁也拿不走 她看向我的眼神 写满坚定 我拍了拍她的肩膀 谢了 兄弟 傅之凡是我的学长 在学生会这一年 她都比较照顾我 我的兼职也是她给我找的 我朋友不多 她算一个 回到宿舍 门口围了一些人 拨开人群 陆倩倩双手抱在胸前 手里夹着一根烟 眼神很不友好 学妹 怎么 找我有事 我笑着跟她打招呼 她从袋子里拿出一打钱 用力扔在我桌上 姜暖 听说你很穷 退了副主席 钱就归你了 够你生活很久了 这位小公主 还真是挥金如土 为了个副主席 怒砸十万 我将钱扔回她的包里 微笑道 学生会招心我没权力干扰 学妹还是先提升自己的能力 能力强了自然就能上位 她扔掉手中的烟头 声音变得尖锐 姜暖 你别给脸不要脸 学妹 不要脸的好像不是我爱 她仰起巴掌 被我反手钳住手腕 啊 她疼得表情扭曲 真是抱歉 我学过武术 我松开她的手 她两步跳到门口 回头恶狠狠瞪着我 姜暖 你给我等着 录好没 苗苗 苗苗从上铺将摄像笔给了我 我料到她会来找我 提前把摄像笔给了摄友 让她帮我录像 这些东西 可都是以后我送给她的大礼 第二天上完课 我被学生会领导老师叫走 办公室里 她扶了扶那傅老舅的眼镜 清了清嗓子 姜暖啊 副主席的位子你就让了吧 陆倩倩你得罪不起 我这边也是学校给的压力 老师 我知道了 她震惊地看着我 明显没想到我会这么干脆 灯高 才能跌中 我没被踢出学生会 被安排到了校园专栏主编 当天晚上 我接到了陆舒芝的电话 她约我见面 出门前 我看着镜子里那张 和姜鱼相似的脸庞 拿好手机 出了门 铺着地毯的高级咖啡厅 脚底的我触感都是柔软的 空气里弥漫着咖啡的香味 我背着破旧的书包 走向那个我想了22年的男人 终于要见面了 小姜 来来来 这里 她热情地站起身 朝我招手 陆叔叔 您找我有事吗 我乖巧地朝她露出甜笑 小姜啊 叔叔呢 是为了倩倩的事找你的 倩倩那个孩子 有些骄纵 她想当副主席 你就让让她 别跟她计较 这里有一些钱 就算是叔叔给你的补偿 她拿出一个信封 推到我面前 不用了 叔叔 倩倩不是已经是副主席了吗 您干嘛给我钱呢 我故意装作不知道 她的脸上露出些许尴尬 对了 你是姓姜吗 可否问一问你母亲的名讳 她呼地转了话题 我笑了笑 自然地说 我母亲叫姜鱼 长江不见渔书制的姜鱼 她瞳孔一缩 伸出的手掌握了拳 两久 她起身走至我身边 摸了摸我的头 声线颤抖 孩子 我来迟了 感受到她宽厚的手掌 在我的头顶妈撒 有东西冲破坚硬的心墙 一股脑地朝着眼眶涌来 在脑海中演练过千万遍 可还是没能阻挡住 二十二年来的委屈 我强忍跨要决堤的泪水 问道 陆叔叔 您说什么呢 你 你是我的女儿啊 是我对不住你和你妈 说着她从包里拿出一封很旧的信件 这是当年你妈托人交给我的信 她说她不想等我了 那时我身无分文 给不了她好的生活 我不怪她 可是 那个时候 她肚子里已经有了你 我每天努力读书 只想赶紧工作挣钱 可我回去找她时 她已经不见踪影了 邻居说她和别的男人跑了 这么多年 我一直在找你们母女 说着她的脸上 竟然也流出了几滴泪来 第一眼在学校看见你 我便觉得很惊讶 怎么会有人长得这么像 现在知道你母亲的名字 我便能确认你 就是我们的女儿 我装作很惊讶的模样 表示我真的不知道 妈妈从来没有跟我 说过这些事情 如若不是我知晓 他们往来的信件 听了那些 恶毒到令人扎舌的录音 恐怕我也会 被她的花言巧语所蒙蔽 毕竟这些年 也确实有个叔叔 会时不时地带东西 过来看我们 泪水如雨柱般落下 哭的是江鱼 为她错付的华年 以及这艰难的 二十二年时光 好孩子 不哭了 爸爸会好好弥补你的 我擦干眼泪 笑着喊了声 爸爸 笑得是我离报仇 又进一步了 我把陆舒芝带回了 我和江鱼的家 一进门 她就被一冲而上的 梅味刺激到 连连打喷嚏 果然 她看着这个破败到 没法形容的小屋 面上还是起了一丝怜悯 她给我卡上 赚了五十万 让我自己去选一套房子 她说 小暖 这里有八十万 你拿去买一套小房子 等以后 爸爸给你买一套大别墅 不愧是企业家 话柄熟练 然后又给了我三十万 又说 倩倩是你的妹妹 你让让她 别跟她争 这个钱你拿着 当零花钱 想买什么就买 说到底 还是她更重要些 也对 这才比较符合 她狼心狗肺的特质 她的条件 是每个月会给我五万零花 但是我不能暴露我的身份 我答应了 乖巧地收下钱 当晚 我就去商场 购置了一些奢侈品 学生会开会 陆倩倩坐在副主席位置上 一整个会议都在打游戏 时不时还蹦出两句脏话 到她发言了 她指一句 没时间 你们说 陆副主席 你倒是也让我们见识一下 横远千金的厉害之处 我起身冲着她开口 她停下手中的动作 瞪着一双美眸看着我 唇角扬起 今天会开到这里 本小姐今天就是不想开会 你们尽情可以去告状 说完便踩着高跟离开 她进来有一段时间 大家对她的意见越来越大了 散会时 我的手机收到她的微信 学姐 回家路上小心点 我没理会 果然 在回去的路上 遇见了几个染着黄毛的混混 他们不怀好意地朝我走过来 十分钟后 我脚下踩着一个 手上擒着一个 那边路上还躺了一个 姑奶奶 饶命 饶命 几个人一口同声地开口求饶 模样煞是好笑 我录了视频 发给了陆倩倩 跟他们说了会武术 就是不信挨打了吧 她一直在输入中 最后回了一个微笑的表情 没有逼问 也没有报案 要砍掉参天大树 必须慢慢从她的根部渗透 等根烂得差不多了 都不用动手 自己就会倒 我的武术 是一个叔叔赞助我学的 他好像是妈妈的朋友 偶尔会来看我们 也会拿钱 可我妈都没要 十岁那年 他破天荒地 让那个叔叔带我学武术 一练 就是十年 回到小屋 我拿出我妈的一项 擦了又擦 玻璃框下 他笑得慈祥 双眸有些忐忑 那是他第一次去照相馆照相 被我抢拉着去的 他生前 最爱干净 也爱美 经常拿着一面破了的小镜子 看了又看 然后捏着我的脸问我 妈妈好看吗 可是啊 他的脸摔得面目全非 他长得很好看 圆圆的眼睛成澈如湖水 我曾经调侃 妈妈要是年轻几年 一定可以去当明星 他笑得合不拢嘴 日子辛苦 但他从未埋怨 总是笑咪咪地看着我 哄着我 纵使我的童年缺乏父爱 可他依旧给足了我安全感 他常常要工作到很晚 担心我害怕 他会在放学后先接上我 然后带着我一起工作 七岁 参加完我的儿童节 看到同学都穿着新鞋子 第二天 他在烈日下穿着短袖 站了一天 给我买回了一双漂亮的小皮鞋 空着的地方被晒得脱皮 红红一片 十岁那年 为了挣钱去给人家洗衣服 大冬天的 十根手指全裂完了 我摸着他的手指哭 他亲了亲我的额头安慰 暖暖不哭 妈妈不疼 他总是竭尽全力 让我和其他小朋友一样 我知道 他是觉得亏欠我 可是我一直觉得 有他在身边就很好 太平间里 我看着那双被风霜侵蚀的扭曲的手指 上面还有好多细细密密的小伤口 终于肯承认 那个面目全非的女人 是姜鱼 是我的母亲 明明前一天 她还和我说好 要去和我拍一套母女照 买一身好看的衣服 参加我的开学典礼 可怎么就突然没有了 我曾经问过她的妈妈呢 她也是笑着摇摇头 老师说好好上学可以改变命运 所以我一直很努力读书 希望有一天 可以让妈妈过上好日子 16岁那年 我翻到了她和她的情书 才知道 他们同样来自大山 原来 我妈从小没有母亲 家里上完了初中 就不再让她上学 就想早早把她卖掉 给我舅舅娶媳妇 从未感受过母爱的人 却把母爱演绎得淋漓尽致 我抱着那些书信 泪流满面 暗自发誓 一定要让母亲 过上好日子 陆书芝家里很穷 考上了大学 就不愿再让她上 让她去打工贴补家里 我妈不想嫁 就偷摸上了火车 检票时 陆书芝帮助我妈 藏在了她的卧铺里 两个人就此擦出了火花 她告诉我妈她想读书 我妈二话不说 开始打工供她读书 从她的十九岁到二十六岁 整整七年时间 她用双手帮她铺好上大学的路 路很平坦 曾经那双修长白皙的双手 却因日夜劳作逐渐扭曲变形 起先 书信里字字浓情蜜意 爱意伸长 持续到她大学毕业 后来 她挣钱了 岂先会寄些钱给我妈 慢慢地 来信少了 字也少了 最后七年的付出只换来一句 分手吧 最后 干脆见不到人了 那时 我妈肚子里已经怀了我 她照着书信里的地址 几经周折 终于找到了她 昔日那个穷酸的男生 已然是当地富商许家的准女婿 她锦衣华服 她衣衫褛褛 她搭着肚子 看着她旁边也搭着肚子的女人 心里一下就明白了 她只看了她一眼 眼神躲闪 粗暴地说了句 别挡路 看不见吗 便温柔挽着那个女人上了昂贵的小汽车 她后来也有去找过她 只换来她一句 她能给我前途 你能给我什么 后来 她死心了 终于明白自己错爱 便独自生下我 后来的这些 是整理她的遗物时 我在她的日记中看到的 那个曾经美丽的少女 因为爱错了人 付出了一生 最后连命 也被她夺走 如果没有遇见她 她的人生 不会过得这样苦吧 我把照片摆回原位 将网盘里的录音拷贝多份 又将那些信件整理好 幸运的是 她留下了那些信件和照片 让我的复仇计划 简单了很多 我不停地买一些奢侈品 一件一件往身上戴 陆倩倩越发地嚣张 豪车一辆一辆往学校开 在宿舍辱骂摄友 在食堂大骂 别人都是穷逼 连给她提鞋都不配 这些精彩的瞬间 我都帮她记着呢 陆倩倩在开会前 偷走我的稿子 以为能让我出丑 可惜 我是平硬实力进来的 依旧完美开完了会议 她在台下暴跳如雷 我在台上欣喜至极 上完体育课 我的书包里 被塞了一书包的虫子 它们不停地扭动着身子 模样可憎 可惜 寄了我的书包 就别想走了 拿到学校门口饭店 出了二十块钱 带着些可爱的虫子 进油锅洗一洗 非常香脆 我依旧拍了照 留了一些送给陆大小姐吃吧 当天晚上 陆小姐的宿舍里 传出了鬼哭狼嚎的声音 我们宿舍一边吃着 炸得香脆的虫一边追剧 陆舒芝又找我了 她很生气 质问我 为什么要那么对妹妹 她说她那天 吓得从床上掉了下来 头摔破了 我委屈地说 我只是小小地教训她一下 她在学校太嚣张了 会给您带来不好的影响的 我也不知道 她会摔倒 听完我的解释 她倒是也认同 警告我以后 别再吓唬陆倩倩 适可而止 说完她冷着脸离开了 我没再住在那个小屋 在陆家公司不远处 租了一个公寓 可能因为上次我告状 她被陆舒芝骂了 收敛了不少 开会时开始认真了 学院里给了学生会成员 一个名人专访的机会 我开始积极竞争 陆倩倩见我要去 拍桌子 要跟我公平竞争 几轮问答下来 她输得彻底 她上下打量了我一遍 眼中尽是不屑 哟 江暖 你这是磅上大款了 穿得起这么贵的衣服 学妹 有空多提升自己的能力 别关注这些有的没的 脑子经常不用 是会变笨的 你 你个穷酸货 你狂什么 这个访谈 我要定了 我开始打感情牌 平凡约陆树枝来家里吃饭 陆树枝来我这里 一般不会开自己的车 但也还是豪车 我知道 身后有双眼睛看着我 没想到 某天许女士会来找我 她一开口就就咄咄逼人 江暖 你算个什么东西 敢和我家倩倩争东西 我微微醋眉 陆太太 怎么说话如此粗鲁 像是市井泼妇 她端起咖啡 就朝我泼来 我拿包挡了一下 杯子回弹 见了她一身 她张着手尖叫 我拿起旁边的矿泉水 扭开盖子 哗啦啦从她的头顶倒下去 陆太太 咖啡太黏了 我帮您冲一冲 江暖 你给我等着 好呀 这里都有摄像头 没事的 我等你哟 我拿上包 离开咖啡厅 出去时看到不少人 在窃窃私语 捂着嘴偷笑 最终访谈名单下来了 陆倩倩没入选 意料之中 当天晚上 陆叔之气急败坏地 找我来了 开了门脸上 就被甩了一巴掌 舌尖一出丝丝心田 她拧着眉头 吝声斥责 你怎么什么都要跟你妹妹争 我委屈落泪 反驳 我已经让了她很多东西 为什么什么都要我来让 这一次 我绝对不让 为什么 因为你不配 我已经给了你那么多钱 还不够吗 我告诉你 你永远别想跟你妹争 还有 你最好离许静远一点 再让我知道她找你 我就断了你的生活费 说完 她碰得砸上门 我擦干眼泪 满意一笑 陆倩倩再一次 得到了她想要的访谈机会 只要是我的东西 她都想要抢走 抢来的东西 才会异常珍贵 她才会紧紧抓住 我让傅之凡帮我个忙 她即将从学生会卸任 我让傅之凡 给陆倩倩发了一条微信 然后撤回 江暖 有个更好的新闻 速来三楼会议室 然后我们估着时间 在办公室展开对话 我这里挖到了一个本事的大新闻 也联系到了当事人 你去做这个访谈 肯定会比陆倩倩的那个成功 什么大新闻 能行吗 肯定行 我的消息你放心 那好吧 今晚就去吗 嗯 越快越好 赶在她之前发布 门外的脚步声走远 我松了口气 傅之凡醋眉 雨薇 虽然我不知道 你要做什么 但只要你需要帮忙 就告诉我 我朝她点点头 接下来的几天 校园论坛上出现了 我的一些负面新闻 还配了图 图片便是陆舒芝的 来我家时的豪车 以及我身上的一些 名牌衣服首饰 评论区有很多不堪的辱骂 怪不得那么狂 原来是榜上大款了 她一个学生 怎么可能那么有钱 我就说肯定被包养 也有维护我的 富人不生女儿 也许是人家的爸爸 我没空管 只在小屋整理资料 我把那些信件抹去重要部分 以及日记拍了照 还有一些早年的汇款单据 留了底 在换了衣服 录了一段视频 着重突出讲述 我和我妈这些年 万分艰难的生活 声音和脸都做了处理 看不出来是我 再将这些东西 整理成一整份稿件 标题特意突出男主人工 是本事重要级人物 第二天一早 我将稿件带到会议室 中途出去上了厕所 陆倩倩一贯喜欢偷我的稿子 有这样的好机会 她怎么会错过呢 果然 回来时 稿子被人动过 第二天 她抢在我前面 在校园论坛上 发布了那则稿子 稿子被我引去了姓名 只剩一部分信件 和我母亲的日记 不能让陆倩倩知道 男主人工是她父亲 更不能让陆树枝先一步发现 互联网时代 渣男一类的帖子 总是会被特意关注 只是校园网 传播速度不是很快 发酵的时间 我还要去做一些事情 伪善富豪不为人知的两个面孔 抛弃妻女 道德沦丧 这是我的标题 她一字不漏地抄了上去 我故意找到她吵架 她依旧是一副不可一世的样子 是啊 她父宠母爱的 背靠大山 自然没有什么可怕的 其实这样的蠢货 是最容易对付的 陆倩倩 那个新闻明明是我的 你又偷我稿子 什么你的稿子 那可是我自己去挖出来的 对了 你不是报了大款吗 去让你的大款帮你啊 臭婊子 就你也配合我争 她双手抱肚 拿起桌上的笔筒 就朝我砸过来 木制笔筒擦过我的脸 留下一道血印 说我帮大款 你有什么证据 就凭那几张车的照片 反正后续稿件在我这里 我看你怎么办 我擦了擦脸 故意击她 你给我等着 有你跪着求我的那一天 晚上 我给陆叔之发去了信息 爸 那天是我错了 不该顶撞你 我以后都不会抢妹妹东西了 明天我亲自下厨 您过来吃饭吧 三分钟后 她回了消息 嗯 你乖 爸爸不会亏待你 我打开网盘 点开那份我听了一遍 便不敢再听的录音 一共三个文件 第一个 是江鱼去找他时的 大概是两年前 我刚高考结束时 江鱼的声音坚定利落 只要你出了暖暖的学费 我就不再来找你 你带着他离开这里 我就给你钱 五十万 永远别回来 不可能 暖暖考上了大 那是他最喜欢的学校 你放心 你只要给了他的学费 我绝对不会再来打扰你 不可能三个字 说得格外坚定 可后来的话 连声音都在逐渐变小 不可能 那我这里也不可能 你别想得到一分钱 陆书之语气冷得 像一条毒蛇 陆书之 你别太过分 你不想想当年 是谁供你读书的 没有我 哪里来你的今天 我妈开始生气 话语带着哭腔 那是你自己蠢 将于 识相地拿了钱 滚出这里 否则 别怪我不客气 第一段到这里 就没了下文 第二段 只有寥寥数语 开头便是 陆书之的声音 这样吧 我给你找了一个 别墅开荒保洁的工作 打扫干净了 有一万块 一个月 我会给你找几份 足够了 一段沉默之后 将于开口 好 什么时候 在哪里 我的将于 只是想要给他的女儿 赚到学费 而已 那段时间 将于因为脚受伤 没法工作 他为了我的学费 一直忧愁 尽管我说我兼职 也有工作 实在不行 可以求助学校 可他还是去找了 陆书之 后天 万景路二栋十五楼 工具 你自己带 我看了网盘上传的时间 他说的后天 就是我妈意外坠楼的时间 第三段录音 什么时候接工资 打扫完了就结 阳台上有很多钉子 你先去收了 接着是脚步声和钉子 落到铁器上的声音 去死吧你 啊 接着是宁晚的尖叫声 后伴随的是一阵沉闷的落地声响 过了很久 稀稀苏苏的脚步声 录音到这里便停止了 那天我在街上发传单 接到医院的电话 说宁晚意外坠楼 当场死亡 顺时我的脚像灌了签 走不动 脑子里也像静止一般 不知道该怎么做 很久很久 我才到了医院 他的手机摔坏了 打不开 去警察局 他们告诉我 他是去做保洁的 那个房子没有封阳台 连窗户都还没安 结论是意外坠楼 我怎么会信呢 他是那么谨慎的一个人 他以前跟我说过 他之前的同事 就是因为去做保洁 没看清没安窗户 掉了下去 后来他每次去干保洁 都要问清楚 有没有安窗户 怎么会呢 那个叔叔又来了 他帮我处理好了 我妈的后事 又给了我三千块钱 后来的小屋 再也没有了 僵于温柔的声音 我打开网盘 翻着我和他 仅有的三张合照 画面很糊 是用一百来块的 二手手机拍的 翻着翻着 我发现里面 多了几段录音 我以为是我的英语 听力文件 便打开了它 听完 我的指甲 已然欠尽了掌心 胸口像是万箭穿心而过 疼得我喘不上气 我似乎知道了 将于是怎么死的 于是我开始了 长达一年多的调查 最后制定了 我的复仇计划 傅之凡发了消息来 已成功 我请傅之凡 帮我找了一个很有名的黑客 到了陆倩倩的账号 我登上陆倩倩的账号 那条帖子已经有了几万的热度 不过大多是学校里的同学 大家都在期待后续 我将那三段录音贴了上去 又将和陆书之相处时 陆的一些视频贴了上去 和他每一次见面 我都录音录视频 最重要的三段录音 我放到了开头 然后把完整的信件 署名 汇款单名字全放了出来 视频的马赛克 我再次做了处理 依稀可以看出那是我 编辑好这一切 我点了定时发送 明天十点 我和陆书之也约在十点 一模一样的稿子 我复制了好几份 同样在我的多个账号 定时发布 很快 天亮了 我起床梳洗 化了妆 戴了好看的项链 穿了好看的裙子 做了一桌子菜 还开了一瓶酒 九点五时 门铃响了 陆书之西装革履 虽年近五时 依然风姿飒爽 爸爸 我冲着他甜笑 他大步走近 你厨艺不错 他瞟了一眼桌上的菜 冷冷说 姜鱼浇的 听到名字 他正了一下 我几乎不在他面前提我妈 快吃吧 吃完我还要赶去公司开会 好 我笑着给他盛饭 我笑着给他盛饭 加菜 倒酒 看了一眼手表 差不多了 我进了房间 登陆 把他给我的钱 全部拿来买热度 这波浪 一定很汹涌 出去和他吃饭 门铃又响了 我笑着去开门 门一开 脸上 就结结实实 挨了一巴掌 许静越过我 冲到了陆书枝面前 也甩了他一巴掌 他尖声大叫 好你个陆书枝 居然在外边 找狐狸精 姜暖 你怎么这么贱 勾引人勾引到 我爸身上来了 陆倩倩紧随其后 冲上来叫嚷着 我笑笑 反问道 他是我爸 我和爸爸吃顿饭 不犯法吧 听到这话 陆倩倩和许静 都瞪大了双眼看着我 满脸的不可置信 姜暖 陆书枝大吼 眉头紧皱 许静迟疑了一分钟 随即对着我大吼 好啊 原来是你 你这个孽重 二十年前 你妈那个贱货 斗不过我 你也别想斗过 妈 这 这怎么回事 他为什么 陆倩倩从愤怒 到震惊到不可置信 我笑道 原来你一直都知道 陆书枝有个私生女啊 怪不得呢 你笑什么笑 我告诉你 你别想着还能再大呆下去 他瞪着眼睛 唇红的眨眼 对了 陆倩倩 你这个失败者 你这个失败者 做什么都是失败的 连个访谈都做不出来 你的后续呢 账号找回来没有 原来是你这个剑种 他扬起手想要打我 我反手前柱 用力甩了他一巴掌 都跟你说了 我练过武术 怎么就是不信呢 捏在他手腕上的力度 逐渐收紧 他疼得大叫 将暖 助手 陆书枝和许静冲上来 将我扯开 许静还想再打我 我直接反手揪住他的头发 将他甩在地上 他吃痛一直揉着腿 我走到陆书枝面前 将手机扔给他 陆书枝 你不是最爱你的女儿吗 快打开手机看看 你的好女儿都发了些什么 陆书枝促着 没打开手机 铺天盖地的新闻 一条接一条 横远总裁杀妻弃子 其心可诛 横远总裁陆书枝疑似杀妻 狠读总裁的上位之路 竟是前女友的血肉所扑 陆倩倩发的那一条 像是细胞分裂 以极快的速度 瞬间分裂出千条万条出来 陆书枝的手开始颤抖 他走到陆倩倩面前 啪 巴掌重重地落在陆倩倩身上 像当初打我那样 逆子 你看看你都发了些什么 陆倩倩被吓得泪流不止 他颤抖着拿出手机 瞳孔在那一刻骤然紧缩 手指也开始颤抖 怎么是你 爸 怎么是你 我马上扇了他马上扇 他开始语无伦次 许静看完视频 一屁股坐在地上 开始颤抖 他们开始害怕 陆书枝的电话没有停过 他的眉头越皱越深 最后无力地瘫坐在地上 我去房中拿出那份 早就搞到手的亲子鉴定报告 扔在了他的眼前 送你个礼物 陆倩倩根本不是陆书枝的孩子 头一年 我发现许静和另一个富商走得很近 便萌生了这个想法 没想到 还真如我所想 陆书枝捏着那份鉴定报告 额肩清惊尽显 他转身掐住许静的脖子 立声 你这个当负 陆倩倩被吓得跪着过去拉陆书枝的手 陆书枝最终还是放开了许静 许静大口喘着粗气 眼神惊恐 姜暖 你胡说 都是你胡编乱造的 陆倩倩气急败坏地指着我 眼角心红 怎么会呢 好妹妹 我都说了这一定是个大新闻 你好好看看 是不是大新闻 还有 你不是费尽心思要找后续吗 姐姐给你补上了呀 你应该感谢我 你还得了个大义灭亲的称号呢 网友都夸你呢 说你又蠢又坏 总算做了件好事 好好看看 那些你发布污蔑我的帖子下面 现在都在说什么 我将手机丢给他 那些谩骂的评论早已被安慰覆盖 他颤抖着双唇 讲不出一句话 眼泪鼻涕混作一堆 模样狼狈至极 陆树枝忽然跪在我面前 语气激动 暖暖 暖暖 爸求你 你去录个视频 说那些都是你编的 我给你钱 给你好多钱 我用力甩开它 你休想 陆树枝 怎么样 你好胜吗 你最宠爱的女儿 亲手毁了你 可笑吧 你唯一的骨血 竟是你最不待见的人 我告诉你 你受的苦 不及我妈万分之一 二十多年难熬的夜 她是怎样过来的你知道吗 顶着烈日 迎着寒风 只为了能够活下去 她马上可以享福了 知道吗 我上了大学 就可以赚钱 让她享福了 你这个杀人凶手 桑尽天良 你成功的路 是谁扑出来的 你忘了吗 她猛地抬头看着我 眼神惊讶万分 似乎比没有预料 我会这样说 你胡说 你妈是自己坠楼的 来 好好听听 我将录音翻出来 听完 她彻底瘫软在地 两久 她看向我 滴滴问 我明明删了录音 你是怎么知道 我冷笑 若要人不知 除非己不为 天理昭昭 你以为你能逃得过 我和我妈 共用一个网盘账号 那些录音 早在你销毁之前 就上传在了我的手机了 还有 别跟我打感情牌 你早就知道 我的名字了吧 你后面 假装不认识 我的模样 真叫我恶心 我每喊你一声罢 我都无比恶心 你没有实质证据 没用我告诉你 她忽然站起身 指着我大声吼 对对对 爸 你有公关 你就死不承认 陆倩倩急吼吼地 跟着附和 我转身 对着陆倩倩吼道 你自身都难保 快好好看看 你的那些丑恶嘴脸 看看姐姐把你拍得好不好看 我把陆倩倩之前 恶毒辱骂保姆和同学的视频 也一并放了上去 我走到桌旁坐下 抿了一口酒 你自己犯了多少事你好好想想 网络最大的作用 就是可以让那些沉入海底的真相 渐渐浮出水面 这个热点后面已经跟了不少 曾经被你们用钱和权压下去的阿扎事 钱和权不是万能的 你自重恶因 必自食恶果 陆书知 做错事情 是要受到惩罚的 我在调查的时候 就看到一些帖子 控诉横远集团草借人命 他们地产项目 似乎在早前出过比较严重的事故 只是那些零星的帖子 刚发出来便被清理了 我联系到了当事人 知晓了事情的来龙去脉 并承诺他们一定会帮忙 当那些视频火了之后 他们也紧跟发布帖子 而且不止他们 被陆书知祸害过的都站了出来 许静平时为人张狂 行事乖张 也被拍了不少视频 在这个时候也一股脑地冒了出来 他们一家 在网上已是声名狼藉 如过街老鼠 人人喊打 门被打开了 陆书知和许静被警察带走了 陆倩倩鼻涕横流赤脚追着出去 他引以为傲的家 算是被他一手摧毁 在此之前 我重新报案 怀疑我妈是被人谋杀的 请求重新调查 加上网络舆论的发酵 才得以将陆书知绳之以法 如果我之前贸然报警 只怕以他的势力 会瞒天过海 感谢网络时代 感谢公正的法律 半年后 二审结束 陆书知已故意杀人罪 瞒报工程事故罪判处死刑 许静为同伙 被判了七年 陆倩倩好像被他的亲生父亲 接走了 不知去了哪里 销声匿迹 恒远因为丑闻股票一度跌停 最后落了个破产清算的结果 我知道 我的国家一定会还江鱼公道 我拿着判决书 去青山墓园看了江鱼 雨后的天空澄澈地 向一汪清泉 天的那边 有道彩虹慢慢升起 妈 你看 天亮了 你现在 一定是个幸福的小孩了 好了 这就是今天 给您带来的全部内容了 大家记得订阅留言哦 移动 都在这边 可以订阅